我在小黑 我是在北京开一家店的商场人 就是在一个城市生活了二十多年 可能会感觉有点愈慕 所以就想出走一项 什么都一来一来就这么长时间 花样的年转 月阳 大概是八十年代第一次来北京玩吧 四岁来了一次都是冬天的时候 我觉得北京的路好大呀 我觉得好多东西都好大呀 人与人之间走路的距离也不像我们香港人对人那样子的 所以觉得北京是很大很大的缺席 整个北京都是那个每一个味道 冬天的时候 人都好像骂咕咕咕的 这个感觉挺有意思的 大家的那个时间段好像都是停下来的 放下来的 这个节奏的感觉是我们在上海是很小会有机会感受到的 我们上海比较小嘛 就是从小到大我们可能是只有新界走龙上海岛 就是没有好多出去的机会 就是没有好多出去的机会 然后我就拿这个地方用来开始做这个事情 冬连香港的气氛不太好了 有那个杀死的那个病人 张国荣啊 每年宽然的 他们都在同一年走了嘛 整个城市的气氛不太好 所以有一点新的改变 从后那个时候有一个工作的机会 所以就来到北京 开始学习这个小梅的机场 因为冬天实际上要需要它 开始的那一两年 玩那个炉子玩得特别糟糕 后来我就发誓一定要把那个炉 给处理好 最后的时候我可以 连续炸到五块梅出来 有很大的满足感 呵呵呵呵 过来北京的时候 去公园玩 快点你在大街上面走 到天气好的时候 好多人都会突然的唱起歌来嘛 对于我们上海来说是比较奇妙的 因为我们很少在街上面 或者公园上面 进行的这种暴露奇迹的 所以我觉得这个对于我来说是 挺可爱的 我经常会 要他们必须得去故宫啦 那些天坛啊 以后遥远啊 长城啊那些 你去到看到那些 以前我们中国人做的那些 那些 可怕我进去 那种就觉得 我去去天安门 看看这个 这么大的国家 我觉得这个是 感动 那个感动我又不会去哪里 还是我们那个风鲸骨骨 运往 我们的场面 永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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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随了商业的高速发展 是不是我们应该也停下来看看 本来拥有的对我们的那个意义在哪里呢 我挺喜欢吃那个卤煮嘛 我一直吃饭 为什么卤煮没有发明出一种卤煮面呢 因为我们香港人可以把所有东西都可以变一变 你喜欢吃母煮可以点米饭 米饭 米饭 有这个有豆腐 有带肠 有肺肉 还有肥猪肉 我点的是这个菜底 菜底就没有这个面包 嗯 就冬天吃饭 就比较有感觉了 在北方 那个个人的状态可以 好 放开一个 就是在一个城市生活了二十多年 可能会觉得有点郁闷 所以就想 出走一下 嗯 什么都一来一来 这种全世界 8明星 最后一到辑 小明星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